今天为你讲解的书是《极简父母法则》 它的副标题是《交出快乐、自信、独立的孩子》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8万字 我会用大约25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成为有智慧的父母究竟应该怎么做 从熬带捕的婴幼儿到叛逆任性的青少年 直至独立自主的成年人 孩子的成长一路都是父母心血的浇灌 也是为人父母最大的考验 尽管有欣慰、有幸福 但也少不了挫折、焦虑和迷茫 父母们无不常常思考着 如何才能让孩子健康顺利地成长呢 别担心 很多父母和你一样也有着相同的困惑 在为人父母的路上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欧美畅销书作家理查德·泰普勒的《极简父母法则》 正是一本为天下所有父母而写的书 在这里呢 简单的列举几条法则 来帮助所有父母解决育儿难题 让父母们掌握轻松育儿 从容生活的智慧 无论你是以为人父母 还是即将为人父母 这本书都将对你有所注意 理查德·泰普勒的人生生涯非常的丰富多彩 涉猎领域广泛 他将自己三十多年的经验 总结成一条条简单的法则 分享给每一个人 他的个人成功也促使他踏上了 传道授业解惑的道路 与大众分享他的成功法则 因此他也被称为个人成长的导师 极简父母法则呢 就是泰普勒人生法则系列从书之一 在英国这一套欧美史上最畅销的 心理自主从书家喻户晓 他的影响力甚至媲美哈利波特 如今泰普勒人生法则系列图书 使欧美各地机场书店里 都会摆放马堆的一套书 这套书所倡导的理念 也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根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有超过240万人 在按照他所建议的法则行事 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为人父母固然认重道远 没有经验也无需害怕 掌握并践行孩子 不同成长阶段的法则 新手爸妈也能做到轻松育儿 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体会为人父母的快乐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 和作者概况呢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 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一 新手爸妈应该如何认识 并适应角色的转变 并引导孩子 从小学会思考和培养手足情 二 进入青少年阶段 父母应如何和孩子相处 并引导孩子走向成熟独立 三 孩子成年后 父母应该如何学会放手 让孩子学会独立生活 并为孩子提供永远的力量支持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重点内容 新手爸妈应如何认识 并适应角色的转变 并引导孩子 从小学会思考和培养手足情 法则一 放松自己 享受陪伴孩子的时光 为人父母 养育一个孩子从来不是简单的事 很多新手爸妈因为缺乏经验 孩子摔了一跤 或者是只是调皮哭闹 都常常使得他们手忙脚乱 甚至过度紧张 但是理查德认为 除了孩子生病 在平时的生活方面 最重要的是满足其基本的需求 除此之外 父母大可放松 允许孩子释放天性 即使是孩子犯了错误 遇到了风险 也不必过于担忧 因为这些都是人生中 难以避免的事情 孩子迟早会遇到的 比如说孩子说话发声 是否符合正常的节奏 偶尔没给孩子洗澡 等这些小问题 都不必过于担心或紧张 或者孩子把房间弄乱了 把自己糊了一身泥巴 父母都不必过于紧张 也不要因此发脾气 虽说年幼的孩子 还不太会表达自己 但是对父母的反应 其实相当敏感 如果父母整天焦虑不安 一点小事甚至就发脾气 孩子也很难轻松快乐起来 理查德指出 父母的心情和养育孩子的策略 以及家庭的生活方式 都是一样重要的 而保持愉快的心情更加重要 放松自己 接受已成为父母的现实 并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哪怕工作再忙 也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 哪怕只是给孩子讲个睡前故事 也将温暖孩子一整晚 法则二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重视夫妻关系的经营 孩子常常会让父母陷入生活的忙乱之中 尤其是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 整天围着孩子打转 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 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 父母似乎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这点在母亲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 但其实养育孩子并非人生的全部 相信很多父母也很渴望有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此 理查德认为 父母除了照顾幼小的孩子 也需要享受生活的乐趣 否则 一旦养育孩子成为了自己生活的全部 这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 当有一天 他意识到父母的成就感 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表现和前途上的时候 对孩子来说 这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这样做对父母和孩子都非常不利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 孩子终究会离自己而去 如果父母将孩子视作自己的一切 那么当孩子长大成人 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 父母就会难以接受 甚至会不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而对孩子来说 父母如果没有自己的生活 势必会多参与甚至是干预孩子的生活 所以啊 父母可以适当地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看书 打球 跳舞都是可以的 偶尔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 有自己生活乐趣的父母呢 也将会成为孩子的榜样 此外 也有不少父母因为过度的沉溺于陪伴孩子 而忽略了经营夫妻关系 这其实并不可取 武志弘在《为何家会伤人》中曾说过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 夫妻关系经营的好的家庭 通常就会比较稳固 也更加幸福 父母要意识到孩子终究会离开父母 最后陪伴自己的人只有伴侣 所以一定不要忽略了你的妻子或者丈夫 哪怕没有浪漫烛光晚餐或者是玫瑰 两个人一起出去散散步聊聊天 也是有益于加深夫妻感情的 法则三 引导孩子自己思考并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没有人会否认思考能力 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这种能力应该从小时候开始就逐渐培养 理查德认为如果孩子和你争辩 不要沮丧 这起码说明孩子正在进行独立思考 但是生活中呢 对于总是喜欢十万个为什么的孩子 大部分父母都缺乏耐心 要知道年幼的孩子初来乍到 一切大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无比 此时的孩子必然是一个好奇宝宝 父母有引导孩子认识这个世界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咯 如果下次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 请千万不要粗暴地打断孩子 因为那无异于强制性地关上了孩子独立思考的大门 不仅不能阻止孩子思考 父母更应该积极地引导孩子去思考 多问孩子为什么 让孩子自己去争论辩论甚至质疑 这些对孩子的成长呢 都是有帮助的 此外啊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遭遇挫折和失败 父母有责任教孩子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教会孩子如何面对失败 比如孩子考试没有考好 因为某方面的缺陷而被嘲笑 或者在学校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等等 这个时候孩子肯定是很气馁的 此时的家长呢 不应该批评孩子 去告诉他们自己有多糟糕 或者是向孩子表示自己很失望 这些都不可取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教孩子正确认识失败 并反思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积极从失败中 吸取教训和经验 才能让孩子真正成长起来 纵观近些年的新闻 因高考失败跳楼自杀 遭受同学歧视 对室友下毒手的新闻 早已屡见不鲜了 这些原本年纪轻轻 前景无限的生命 最终毁于脆弱的内心 也给父母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爱父母则为之极深远 人生难免遭遇不幸 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是为孩子更好地走他们的人生路 打击处 因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强大的内心 才能坦然面对一切得失 勇敢面对人生的一切风浪 这是父母能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法则四 培养孩子的手足情 让孩子学会彼此陪伴 理查德认为 对于父母来说 能为子女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亲密的手足关系 欧洲家庭通常会有两个以上的孩子 虽然此前中国进行了计划生育 但是如今二胎政策已经放开 所以说未来中国独生子女现象将会越来越少 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越来越多 父母们要知道 即使再爱孩子 自己也终将会老去 最后能陪伴他们的 只有他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说在孩子幼年的时候 就要努力培养孩子的手足情 学会彼此陪伴 那么如何培养孩子的手足情呢 理查德认为 有四个方式可以让孩子们彼此亲近 第一种 拒绝接受孩子们之间告状打小报告的行为 比如说 妹妹向妈妈告状 哥哥不小心把家里的杯子打碎了 这个时候呢 妈妈不应该夸奖妹妹做的对 而是要告诫孩子 哥哥打碎杯子是不小心 虽然也有错 但是你不应该告哥哥的状 这样能让孩子明确的知道 妈妈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和睦相处的 第二种 鼓励孩子们之间互相帮助 比如说 给孩子们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让哥哥妹妹一起做饭 或者是轮流遛狗等 虽然都是小事 却也能让孩子们在日常的互相帮助中 建立起手足亲情 第三种 让所有的孩子充分参与到家庭的事物中来 比如说 计划下周去度假 爸爸妈妈可以询问下孩子们的意见 或者家里的墙壁要刷成什么颜色等等 让孩子有家庭参与感 培养孩子对家庭的共同责任心 也能加深他们的手足情 第四种 让孩子们同仇敌忾 对抗共同的敌人 即使是抱怨父母都没关系 理查德甚至认为 再没有其他方法 比能在一起抱怨父母 更能让兄弟姐妹迅速发展出亲密关系了 即使孩子们并不赞同父母的某个决定 但也不要担心 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手足情进一步加深 好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新手爸妈应该如何认识并适应角色的转变 并引导孩子从小学会思考和培养手足情 对于新近的父母来说 养育孩子尽管责任重大 但也不必过于紧张 因为焦虑的父母 不可能培养出快乐的小孩 夫妻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因为有了孩子 而忽略了伴侣 因为夫妻关系是家庭的定海神针 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 帮助孩子正确认识挫折和失败 这样才会更聪明更坚强 二胎政策放开 培养孩子的手足亲情不可忽视 因为兄弟姐妹 会成为他们今后人生中的支撑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新手爸妈应该如何认识 并适应角色的转变 并引导孩子从小学会思考和培养手足情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进入青少年阶段 父母应该如何与孩子相处 树立孩子的权力责任意识 以及避免被校园霸凌 法则一 尊重孩子的发言权 用成人的方式与孩子交谈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并进入青春期 他们需要学会做决定 如何妥协 如何与团队合作 以及与人沟通 这些是他们今后独立面对人生 所必不可缺少的能力 理查德认为 如果父母尊重孩子的发言权 让孩子参与到家庭决策中来 将有益于锻炼他们这方面的能力 因为有了参与感 对于父母制定的家庭约定 他们也将能更自觉坚守 当父母把孩子当成负责任的成年人来对待的时候 亲子关系也会更加融洽 相反 如果没有给予青春期的孩子足够的尊重 那么亲子关系很可能 因此而成为难以调和的矛盾 学过牛顿第三定律的都知道 每个作用力都有一个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理查德将其称为青少年第一定律 这也说明父母越用力 孩子的反弹也越大 青春期的孩子通常来说会比较叛逆 喜欢标心立意 也不太听得进去父母的意见 比如有一些孩子会沉迷泡巴 早恋甚至酗酒等等 这个时候 父母如果因不满其行为而大发雷霆 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试想下 作为父母的你 曾经在他们这个年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甚至比他们还不听话呢 其实呢 这只是孩子在青春期这个特殊的阶段 所表现出来的反常行为 如果父母只是粗暴的应对 那么孩子很可能会将父母 推向对立面 很多父母会疑问 眼睁睁地看着孩子 误入歧途该怎么办呢 理查德认为 首先父母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孩子 但不能要求孩子 照自己的意见去做 体现出对孩子的尊重 以对待成人的方式和孩子交谈 同样的 如果孩子感受到了自己得到了尊重 他们也会像个成年人一样来回应父母 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法则二 让孩子知道权力和责任相伴 告诉孩子发生了什么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父母还要告诉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 即权力与责任息息相关 父母在以成人的方式对待孩子 赋予孩子更多权利的同时 也要让孩子明白 如果他们不能做到 那么父母就有权收回他们的权利 理查德建议 对于孩子的每项权利 父母都要列出相应的责任 比如孩子想要得到某个礼物 那么家长可以让孩子做一些家务活 如果孩子没做到 那就得不到礼物 同样的 孩子想要父母尊重他们 那么他们就要更加尊重父母 这也是孩子进入社会之后 需要遵守的法则 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青少年阶段是学习责任 与权利之间关系的最佳时机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 父母要让孩子明白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权利与责任是不可割裂的 这是教导孩子学会承担责任 认识到权利的价值 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为未来做好准备 此外 既然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那么对于家庭中的危机 比如说家庭成员生病了 或者是父母离婚等 孩子都是有知情权的 父母不应该对孩子隐瞒 因为孩子作为家庭的一分子 任何影响家庭的事情 都会影响孩子 给孩子一定的时间来接受 但不要一直隐瞒 别以为孩子还小 但其实即使不告诉孩子 他们也能感受得到 这个时候结果反而会更糟 比如他们可能会发现了 某些蛛丝马迹 而胡思乱想 甚至过度担心害怕等 但是呢 什么时候告诉孩子 以及告诉孩子哪些内容 这些需要父母自行来判断 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年龄 及可接受的程度 法则三 教导孩子保护自己 避免成为校园霸凌的牺牲品 研究人员发现 有75%的孩子 曾经因为外观问题 惨遭同学霸凌 性格变得内向甚至孤僻 事实上 五个孩子当中 就有一个曾经因为 被霸凌而选择装病 等各种理由逃避上学 青春期的孩子 大多性格冲动 校园也就成了 霸凌事件的自生地 被霸凌的孩子 通常容易被同学孤立 这给孩子的内心 带来了严重伤害 原本学习优异的孩子 很可能因为被霸凌 从此丧失自信 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甚至有的孩子 因此而愈愈寡欢 甚至患上抑郁症 面对屡屡发生的 校园霸凌事件 父母应该怎么做呢 理查德认为 最要紧的事情就是 教导孩子如何保护自己 避免孩子成为 势强凌弱的受害者 比如在面对 校园霸凌的施暴者时 孩子要信心满满 毫不怯懦 并努力改变话题 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因为如果孩子足够 自信勇敢 那么受欺负的可能性 也就降低了一大半 相反 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 表现软弱 那么很有可能 就成了施暴的对象 此外 理查德认为 让孩子随时保持 整洁的仪表也很重要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曾经有一个同学 一直被同学们叫 臭拉灯 因为他身上经常散发出 一种奇怪的异味 就是这个原因 他从此常常被大家捉弄 由此他认为 当一个孩子总是 拉里拉他 碰头勾面的时候 那么很有可能 会让大家议论纷纷 甚至成为 被霸凌的对象 父母无法阻止 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 唯有教导自己的孩子 怎么应对 避免被他人所欺负 好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 进入青少年阶段 父母应该如何与孩子相处 树立孩子的权力责任意识 及避免被校园霸凌 首先呢 要尊重孩子的个性 以成年人的方式对待 给予充分的平等和尊重 其次 让孩子明白权力和责任是相伴的 培养孩子的权力意识和责任心 最后呢 青春期的校园 是霸凌事件的自生地 引导孩子保护自己 才可能避免被校园霸凌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第二个重点 说完这第二个重点 接下来我们说最后一个 孩子成年后 父母应该如何放手 让孩子学会独立生活 并为孩子提供永远的力量支持 法则一 退居幕后 不过多干预孩子的生活 孩子18岁以后 就是一个成年人了 这意味着需要对自己的人生 和行为负责 在过去的18年 父母已经完成了 养育孩子的业务 面对18岁的孩子 父母应该给予其选择 和支配自己人生的自由 比如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和伴侣等 都应该让孩子 自己考虑和决定 理查德认为 这个阶段的父母 唯一能教给孩子的 就是让他们自己学会 自食其力和走向独立 唯一的办法就是 退居幕后 放手让孩子过自己的生活 是尊重一个成年人的重要方式 此外 过多的干预孩子的生活 有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种是孩子缺乏自己的主见 也欠缺自信 对父母的意见 不加判断的唯明是从 另一种甚至会毁了孩子 孩子因为父母的过多干预 甚至会丧失自理能力 这样的孩子一旦脱离家庭 将很难适应社会 当然 退居幕后并不意味着 完全不过问孩子 父母可以不干预孩子的生活 但是对于孩子的困惑 父母可以引导孩子自己思考 比如说 孩子正在考虑 是否要接受一家公司的邀请 父母可以问孩子 这份工作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是否有生殖空间 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和判断 也许他们会采纳父母的建议 也有可能不采纳父母的建议 但不管怎样 这是孩子自己充分考虑之后 做出的选择 他们现在要像一个成年人一样 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法则二 无私地鼓励孩子 并去掉附加条件 我们说父母不应对子女干预过多 并不是主张父母对子女的生活 莫不关心 而是说要给予充分的自主权 鼓励孩子自己去做选择 对于成年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比父母更了解自己 所以对于他们想做的事情 父母最应该做的就是 支持和默许 给孩子提供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这里 理查德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不要为了让子女顺从自己 而增加附加条件 有的时候 父母虽然看上去是在允许孩子自己选择 但实际上是一种亲情控制 比如说 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妈妈不喜欢 这个时候老妈可能给儿子表态 你要是非得娶她 原来的婚房将不会考虑给你们 诸如此类的亲情绑架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在理查德看来 这其实是在以亲情的名义 在操控孩子 他认为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在怎样的情况下 父母都不要给孩子增加附加条件 希望以此来左右孩子 无论是通过金钱 还是通过其他方式 父母对于子女的爱 应该最纯粹而无私的 如果什么时候都得加上一个前提条件 无疑会让这个人世间最伟大的亲情变质 甚至亲自反母 法则三 父母的理解支持 是孩子最大的动力源泉 父母是永远不会退隐 且没有退休金的职业 无论是子女14岁 还是40岁 在父母眼里 孩子依然是孩子 而孩子也需要父母的理解与支持 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个人都在逐渐脱离原生家庭的影响 需要遵循父母意见的时候 也越来越少 但是在重大的人生选择上 父母的意见依然很重要 比如 刚独立的时候 孩子很可能需要来自父母的财务支持 成家之后 父母还需要帮忙照看着孙辈 或者在买房买车的时候 也会与父母商量 甚至在遭遇人生变故的时候 比如离婚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失业的时候 依然需要父母的抚慰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 盖茨比原本出身贫寒 但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 以及贵人相助 盖茨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成为了当地一位富甲一方的大人物 他的城堡每天晚上都是人流车流不断 明星权贵云集在此 夜夜升歌热闹一场 但在他不幸去世之时 他昔日的那些富贵的朋友 却没有一个人来参加他的葬礼 只有他一个老父亲 从他的家乡 风尘仆仆地赶来 生前的热闹与死后的冷清 无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若干年后 当人们都忘记了盖茨比 但只有他的父母依然会想念他 都说家是温暖的港湾 父母就是那个在孩子遭遇不幸时 会毫不犹豫为孩子提供后援的人 他们甘心帮助孩子度过危机 却从不抱怨 父母要知道的一点是 尽管随着孩子的长大和成熟 对父母的需要会越来越少 但千万不要以为 孩子不再需要自己了 切记 你们的孩子会永远需要你 好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孩子成年后 父母应该如何放手 让孩子学会独立生活 并为孩子提供永远的力量支持 首先 父母应退居幕后 逐渐从孩子的生活中退出 减少对孩子的干预 但可以引导孩子自己思考和判断 其次 对于孩子的选择 父母应该无私鼓励 但不应增加附加条件来操控孩子 最后 父母要清楚一点 孩子永远都会需要父母的支持和理解 甚至帮助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所讲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了新手爸妈 应如何认识并适应角色的转变 并引导孩子 从小学会思考和培养守族情 为人父母是肩上的责任 也是心中永远的甜蜜 快乐的父母才会有快乐的孩子 所以 对于幼小的孩子既要细心照顾 但也不必过于担忧 有了孩子 但也别忘了伴侣 因为夫妻和睦 家才幸福 夫妻关系大于亲子关系 养育一个孩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育比养更为重要 让孩子学会思考 才会形成自己的判断 教孩子正确面对挫折 才能成为无法被风雨摧毁的生命之花 其次我们讲到了进入青少年阶段 父母应该如何与孩子相处 树立孩子的权力责任意识 以及避免被校园霸凌 青春期的孩子自主意识萌发 父母不再是他们心目中唯一的权威 这个时候 如果父母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 那么亲子关系可能会变得疏离 为了帮助孩子适应社会 父母应让孩子明白 权力和责任相生相伴的关系 为教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避免被校园霸凌 父母应该教育孩子保持着装整洁 并表现出自信而不怯懦的气质 最后我们讲到了孩子成年后 父母应该如何放手 让孩子学会独立生活 并为孩子提供永远的力量支持 对于成年的孩子来说 父母适时放手 是对孩子的信任和尊重 父母可以无私地鼓励孩子自己决策 但不应以亲情的名义 提出附加条件 以控制孩子的选择 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 也许对父母的依赖会越来越少 但父母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力量 这一点不会改变 对于来自我资金浪 就不是 这一点 因此 放 assassin 把